那誰比較常用薑黃的 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常用薑黃嗎 你有嗎 那你都用薑黃做什麼 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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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會把那個薑黃就跟這個瘤一樣 就是放在半圖裡 然後就是 好 那當然那個薑黃啊 如果有人 有那個大家如果喜歡吃咖哩的話 咖哩可以用薑黃 所以薑黃最重要其實就是 降腐醇啊 抗凉瓦 咖啡咖啡瓦 然後改善消瓦 那最重要而已 它大概有一個就是防那個獅子 就是這一些其實都是薑黃的好處 所以等一下我們為什麼要用薑黃就是做肥皂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啊 它燙氧化跟放大鹽 那你不在服務的人喔 它也是比較溫和力的 別說很熱的啦 因為我們就是要洗差不多就是 要洗到就是當烤就好 無清理就好啊 不要太熱 那如果太熱啊 如果我們把那個身體的油啊 那個身上保護的脂肪跟腳 腳的話 也是會怕硬 因為像我自己啊 我以前都用沐浴 因為沐浴有很多 那我剛剛都這樣洗也比較乾淨 結果洗到最後啊 我都過 我的腳很像那個 像香港腳的樣子 那你沐浴去我的香港腳的樣子 那我當初不知道啊 我想說 我都拿很多那個香港的樣子去查啊 這個都沒有用 那後來我就去大醫院檢查啊 那就是 用血圍進去檢查吧 我的皮筋 就是 多一整個 四十四萬都來 然後跨都來就有皮筋 結果 再等一下說 是我洗身體 那我東西都沒有 我在開洗衣服的肥皂 那像這個 像我當初 我用這個 薑黃的肥皂 用薑黃的肥皂 用薑黃的肥皂 你的肥皂 你的肥皂 啊 你的那個傷口就慢慢好了 就不會像香港腳 我那時候看香港腳喔 因為只我在香港 都看了兩年 然後我洗肥皂 就大概洗三個月 就是肥皂 對 而且肥皂不會到最後洗不洗 有的沐浴會洗 對 會洗不乾淨 因為 因為其實那個 沐浴乳裡面啊 它都會加一些 就是 一些那種 潤滑的 對 那潤滑的 不是天然的 那是化妝 所以 我們就是 都要 推廣肥皂 就是讓我們在健康的肥皂 好 所以 剛剛有講到 就是 可以抗發炎 幫助傷口聚合 那 皮膚就是 會比較光澤 自然的光澤 那當然啊 因為啊 像 肥皂啊 我們平常如果在外面買 都是有顏色 可是那個 那個顏色其實 也都是化學的 就是 就像有的音療啊 你哪有的設計嗎 你的畫 那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做 創意的肥皂 剛好 漿網是 網色的 你待會兒 你 你去膠標 他就要做什麼 你就不用 化學的設計 你就是 就不用 好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在做肥皂的創意 舒服 好 啊 第二 就是 艾草 艾草啊 艾草啊 艾草大家 以為沒什麼 會比較常用嗎 有沒有人 比較常用艾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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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草